CheckingE,一款物流洞察工具 即追踪、监控、预警等于一体 物流查询就上CheckingEat.com 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天上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 我们继续在每周二周四中午的1点15分到1点45分 继续跨境麻辣烫阿米听听看 那今天呢,我们来了一个我约了两年的meeting 这个是我们的校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是两年前在中山很偶然一种会碰到的 但是呢,我们今天聊了以后发现 原来我们除了是校友外还有很多的共同点 欢迎广州延训贸易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大卫 欢迎David,谢谢 David呢,其实在除了说是我们是广东外游安邦大学校友外 其实在这个行业还是挺有渊源的 广外的人从你是年年开始做跨境介绍的? 12年 12年?8年? 对 你是8几年? 87年 87年? 身份证写87年 哈哈哈 12年那时候你才30 23,24岁吧? 差不多 24岁 2425吧 我就奇了怪了 广外的这个这个这个校友啊 他是我师弟啊 师弟师妹们在那时候其实起点都挺高的 为什么会想去做跨境地上? 跨境地上那会是很low的事情好不好 我结了婚不能说这个事情 哈哈哈 对,你为什么会去做跨境地上?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受朋友同学影响 然后他那时候我就想找一份比较累的工作 对 他说跨境地上很累 比较累的工作? 对,我说没问题 那我就去做跨境地上大概这样子了 跨境地上比较累,所以你去选择做了 那在之前你是一开始就进入这个行业了吗? 还是本身就在别的行业里? 没有,一开始是做外贸行业 外贸对,2B的 2B 对,做五金,五金批发之类的,母剧厂 你现在这个你们公司核心大品类是什么? 不用说新品 呃,登剧,登剧类,家庭登剧 你一个做五金剑的外贸,然后开始做登剧 是的 你是哪人? 我是乐器人士,茂名人 茂名人,在广州读书,在广州创业 广州长大,对 在广州长大 为什么会想去做登剧呢? 因为像广州你看像服装啊,皮具啊,香包啊 包括一些食品啊,家电啊 其实还有很多,为什么会想去登剧? 虽然我们今天正在广州登剧啊 因为 登剧市场你看像我们所理解的 在亚马逊好像没有特别大的这个龙头吧 有几集,但是特别大的就是菲利浦嘛 这个话还可以继续愉快的聊下去吗? 除了菲利浦以外呢? 菲利浦还是做灯泡啊,做照明的灯泡啊 都有都有,其实大卖家会有还是挺多的 只是说国外的也很厉害,国内的也很厉害 就差不多吧,就是龙头交易也未必 这样子,他讲的很谦虚,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啊 他们曾经是2018年亚马逊的年度卖家大会 给他们的消费电子类颁奖的 这个算是高光时刻吗? 过去的高光时刻,只得一谈 过去的高光时刻是吧 那你现在呢?你认为现在这个疫情 像这个其实大家都对今年以及2020年都非常期待 那延续,现在在做什么?希望在做什么? 你看你是八,现在才36岁 现在33吧 33岁,数学不好,33岁 33岁拥有这么一家也算是冰墙马壮 又有自己工业链,又自己运营 又自己核心研发生产的这么一个公司 你想干嘛? 我觉得严格来讲 倒没有去到那个地步 我想那冰墙秒阵 谁会嫌弃自己的冰墙呢? 对吧,更不会嫌弃自己的马壮 我只是试一下自己的可能性 还有公司的可能性而已 就往外往上凸 那你讲到可能性就意味着在过去做过一些尝试 对,在这个尝试里面其实都做了些什么 所以我们说可能性就像我 我们今天开玩笑在镜头外行说 我是个最应该去做卖家 最应该去做服务商 结果来去做了一个内容媒体 这么一个人很不可思议 对,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坚持 那你呢? 我觉得我就最应该去做媒体 或者做豆瓣青年的人 反而做了那个商家 为什么?豆瓣青年?你是文青吗?你不像文青啊? 我不是文青 但是就是以前看个电影可能两个小时 看豆瓣青年,看五个小时 你会看很多的剧品? 对,会看很多的剧品 了解他的过去啊,历史啊,或者背景啊 或者是自己没看到的地方 你当年读书读了什么专业? 读了说来惭愧 不好意思提 就是他专业就是那样子了 一个是在一个外与外贸大学做了外贸来做跨天商 然后你就特别喜欢看他的前世今生 那我必须问一个问题 灯具照明这事情 他的前世今生 你看从一开始的 我们说一些简单的外观 或者说一些像节日灯啊,灯串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在17年的时候 那个圣诞灯灯串一大波人 是的 找到勾勾里面去了 我们没做 为什么? 那个时候骂得很猛哦 那不是我们的style 你的style是什么? 我们是我们比较稳扎稳打 就是因为对记忆类的产品 那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把控度不够 所以就没有去做 你其实说的把控度是指什么 因为其实我因为在16年年中旬吧 我们当时有相当多朋友 因为当时我在做一个项目 然后我是有美国的海外舱 然后我在做一个项目 在做线下分销的 当时有朋友跟我说 我有10条贵的圣诞灯弹 希望展存到你的舱部里面去 我说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后来再告诉我 反正就是当时炸了 炸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吧 到最后 这皮肤好像都不了了之 卖的不咋样 你们是怎么去察觉这个事情 因为作为一个公司 作为跨今天公司来说 12年到今天已经快8年了 也过了7年之养了 7年的公司从0到1 从1到100 你这公司要多少人 100人 5、60人办公室 就是一个垂直做产品的 这个产品公司 是的 那你经历的这7年时间呢 你说的这种没有把握 其实在你看来 什么时候把握 我觉得在产品端 我们可以大概知道 但是在趋势 市场变化 这个东西是没有相对把握的 产品端 反正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别人都想做的事情 我们就不去做 别人觉得比较恐惧啊 像这样子的 像疫情当中的 那我们可能就 会更加激进一点点 反正和平年代 我们就稍微佛系一点点 这可能跟我自己的性格相关 对 现在疫情就非常时间会激进一点 对和平时代就相对比较平常的日子 你会佛系一点 为什么会佛系呢 你们现在主要还是以亚马逊为主吧 是的 所以亚马逊其他的这种平台 有 独立站呢 有多少人做吗 有做 刚开始 其他平台都刚开始做 那你真的很佛系啊 对对对 有很多人开始做了很久了 对 你是什么时候可以做亚马逊的 15年 15年 就5年时间了 嗯 看来亚马逊给你带你足够多的高光时刻 嗯 还行 还行 但是 比比下有余 比下有余 这段时间 这段话 如果亚马逊的朋友看了 千万不要玻璃心 因为这个是滴滴血血 在过去这几年 我 我跟David应该是18年认识的 但是在1516年17年那几年 也是我算是对跨境出口电商 开始有深度理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也看到身边很多朋友 选择做一些 他可能把握不是很大 嗯 但是他愿意去赌博 对对 而且很有趣 你是一个在广州长大 在广州读书 在广州创业 嗯 你会考虑到其他地方去设一个分点吗 嗯 目前阶段不考虑 以后不排除 因为大部分 你看像我们深圳很多朋友 他们在深圳 对吧 他们觉得深圳人口很高 流动率很高 他们会跑到成都 跑到长沙 去设立一个更强的分点 但是呢 在这个往外射 往外去射点的时候 会扑射的时候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 把握不会特别高 因为我们也是朋友去长沙 也不是特别的顺利 可能到时候 总部东西比较好 嗯 那对于你来说 出了产品这个层面 嗯 什么东西是有把握的 平台吗 你还会把自己捆绑在亚马逊 这个战车上的吗 嗯 安克上去 亚马逊有个非人效应 我觉得该捆绑的还是捆绑 对 对 亚马逊 虽然市场上现在风波比较大 但是长期还是持乐观状态的 是 因为我们公司产品那个链是比较垂直的嘛 对 而且各方面合规的话也做的比较不错 所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公司 因为公司暂时还不算贸易薪资 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可以长期久的